吉兰丹一家素食店华裔业者在了解并亲身体验 风灾对身体健康的好处后 今年已经是第二年在灾结月期间 连同三名女儿向穆斯林看齐一起风灾 55岁叶女士接受每日新闻访问时指出 自从去年开始在灾结月体验风灾 她感到身体更加健康 也感到身体的变化更好 因此今年照常风灾 她的三名年龄介于22岁到32岁的女儿 也和她一起风灾 穆斯林早上几点风灾 晚上几点开灾 她们都会跟足 而家中的印尼女佣也是一名穆斯林 也会为母女四人提供风灾贴士 她坦言 一开始风灾确实不容易 因为还没有到开灾时间 大家都已经饿坏了 也非常口干 但是如今已经能够逐渐适应 塔吉克斯坦一名内容创作者 杜洛耶娃在离开大马后 拍了视频分享在我国生活的经历 她用流利的马来文说 很想念在我国可以每天洗澡 她分享 塔吉克斯坦现在正在下雪 通常每半个月或者是每个星期洗一次澡 她曾经因为洗澡感冒了一个星期 此外 她很怀念只穿一层衣服的感觉 因为在塔吉克斯坦由于天气寒冷 她至少要穿两到三层衣服 5 kop 6 6 9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